你现在正在收听女创业家与我第十九集 Side Hustler 以及想打造自我品牌的你 找到你的创业方向跟获利模式 我相信Everything is built at Audible 就算你对网络事业一无所知 我们也可以帮你们找到答案 激发你的潜能 让你们有一个成功的网络事业跟人生 而这就是FEM的目标跟愿景 首先在进入内容之前 如果有听众还不知道我的故事背景 我2010年离开台湾到欧洲求学 在德国跟法国念商学院 回到德国柏林在科技新创公司工作 从实习生政治到成为总监 2013年我开始在部落格 以及各大媒体女人名 花日线天下杂志以及库清 写下我的欧洲生活跟自我成长 以及创业相关的内容 2015年我决定离职 在柏林创业经历过失败 现在终于成功拥有自己的网络事业 虽然人在欧洲创业 但一直希望可以成立一个帮助到 我们社群里人的网络事业 女创业家跟我并且按照规定填表加入 我在Facebook群图上面等你发问 哇哦 周一上两周 在我们平台的音频超级受欢迎的 如果你还没有去听第17集 不要忘了先去回顾第17集 感谢她的粉丝来这里收听 女创业家与我 陈如我上集所说 因为干货满满 我决定把它减成两集 不同的标题跟重点 听众也比较好吸收 先让我来回顾上一集 我们讨论了关键字所选的重要性 以及为什么会从远端工作进展 到开始成立个人品牌 这集我们重点放来 她在开始创业之后的 六个月的发展跟股市 以及电子系名单 对她的个人品牌成功的重要性 最后也提到现在 全球对新冠肺炎的恐慌 尤其是在北美跟欧洲的隔离策略下 让很多人都必须留在家里工作 她也大方提供了几个小撇步 让大家更有效率的在家工作 在我们进入节目内容之前 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成立电子系名单 但却总是觉得小猫两三只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 更有效率的累积电子系名单 来参加我们电子系名单 快速累计五天挑战 在这里我们会使用五天挑战的方式 帮你快速累计电子系名单 今天节目的最后 好 那我现在想要回到你的个人故事上 那我想要知道 在你开始个人品牌的半年后 因为我觉得半年后 常常可能是一个 转列点 或者是一个 让人最想要放弃的时候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六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六个月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卖我的第一套课程 我觉得六个月 我认同你说的 它确实是一个转列点 所以我非常鼓励每一个已经经营 而且是认真经营 持续经营 不是断断续续经营 就是你已经持续经营六个月的人 你应该要在六个月的时候跨一步 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那这个跨呢应该要是大步的跨 而不是就是小小的小小一跨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买一些东西 或者你可以跟一个比较大型的厂商合作 如果可以的话 或者现在有疫情可能比较不方便 但是你甚至也可以就办一些实体的见面会 我们就真的来看到底有多少人会愿意来吗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验收期 如果你不验收 你就会不知道那我这半个月到底在做些什么啊 或者我的成果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静音自己品牌有趣的一点是你要下这些指令 下这些功课给自己 那那时候我做的就是我就自己开了一套课程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简陋 非常阳春的MVP的一个产品 但是那时候蛮让我蛮意外的是 大概有100多个学生购买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吓到 就想说他这么这么破 也不是这么破的东西 再来有人要买 我们那时候都有自己是蛮没自信的 然后我也我卖的价钱也不太高 可是确实在那个时间点 我知道我应该要有一个KPI的指标 你至少自己要知道你到底做的如何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再去判断说 那我要继续还是我要放弃吗 所以我我就是建议大家 你那时候就是无论你的成绩 无论你无论你的追踪人数有多少 你都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一个验收考试给自己 那你六个月那时候第一个课程 是现在这个个人品牌的课程吗 不是我我那时候六个月开的第一套课程呢 叫做Dream to Go 那那时候我其实已经经营了六个月 所以我就是观察到我的观众C群 就可能对未来没有什么想法 然后甚至很迷惘的人 于是我那时候刚好也要跨年了嘛 刚好要新年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突发奇想 我就想说 啊设计思考也是我以前的背景 就是什么高中大学 那个我们最大一第一堂课就叫做设计基础 那那堂课里面就讲很多很多什么设计思考 可是那时候就上课根本不认真 也没有仔细听 可是那个时间点 就是经营半年的时间点 我就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想说 哎哎等一下 我以前在学校学过这些东西 我记得这些东西 然后现在在讲Life Design的人也很多 我能不能够就是上网去学习这些知识 然后把我以前会的用过的都拿来包装成一堂课程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蛮清楚的是 订阅我的人大约是三千人左右 然后我那时候就卖了这堂课 所以卖了一百多个人 然后那时候我大概一堂课是卖 可能台币两千块吧 我有点忘记了 一千五两千块 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间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测试 我真的没有想的太多 我就只是把我会的东西 就是整个全部lay out下来 然后我就试试看 然后就卖了 那那个时间点 我大概赚了美金四千多块 我就想说 好 那我应该要来计划下一个认真的课程 所以现在我的那个Brain Your Life的课程 是再过了半年 也就是我创业经过了整整一年 我才开的课程 所以你当初最一开始做第一套课程 所以你没有想过就是要做个人品牌或是行销相关的了吗 或是品牌相关的 就是反而还是决定以设计为第一套课程 是有什么特殊 有啊就觉得自己技能还不够啊 我觉得因为其实呢 若伊讲到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件就是跟我们 跟上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电子信名单有很大的观念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你如果要卖课程 你一定要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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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电子信名单的subscriber 然后我不需要说其实不用不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的那个subscriber 你看你开一开始也是就是3000的话就可以做就是cos 那我就可以就是卖课程 那我就觉得呃这也是可以鼓励大家就是要多累积一点信 然后也不用觉得说一定只有就是很多的订阅者才可以去做线上的课程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听众也可以上网做一点功课 一般来说电子信商的行销的转换率大约是0.2嘛 就2%到3左右 那你想一想啊 假设我今天有100个人订阅我 那我好像可以卖两个人吗 类似像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我我可以卖一个比较高单价的东西好了 我卖个5000块的东西 如果你卖的出去 那你至少也有一万块啊 所以你你算一算 如果说你你有200个然后订阅 那你就是你有4个人会愿意购买 那如果你今天卖的东西不用贵 大概一两千 那你至少也有四五千嘛 那这个就是帮你就是那个月加薪一下也不错啊 那呃今年呢 你已经提到过去你的创业的两年 那我想问一下那你今年2020年有什么计划 然后不管在生活跟事业上你的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 计划哦 我最近有一个被打乱的计划 就是我五月非常想要回台湾 但现在我觉得可能回不去了 那如果我五月可以回台湾的话 我是不是想要办非常活动 非常多活动 包含可能办一些演说一些讲座 然后还有左边插水间其实也要两岁要我们要进入第100集了 所以我那时候我其实有很多的想法 我想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做那个 但I don't know 现在可能不行了 但是如果你要说事业上的规划 其实呃我一直来都蛮希望就是自己的事业就继续的继续的成长嘛 所以呃我可能会重新的来rebrand还有relaunch我的呃自己的课程 然后每一年的12月呢我们都会再次的launch呃 dream to go的课程 就是重新的包装 然后除此之外我其实今年我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年 但是我可能也会写写书 然后最近跟神仙石书的通勤学也可能会合作一些课程 所以其实今年蛮忙的就只是受了一些疫情的影响 所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那如果你说生活上的话 其实我自己生活上也有超多的旅行计划 但就是不确定 然后如果其他的话 我自己其实呃生活上我有蛮多新的idea 就是包含我其实自己也蛮想要做新创 我自己也想要就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事业 然后呃可能就跟几个伙伴啊几个朋友 就是在讨论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其实今年还是挺忙的 有蛮多的计划 嗯 那你会不会担心就是如果你去做了其他的事情的话 你会不会少了很多时间经营呃你的个人品牌 还是你觉得你现在已经把你的事业带到一个可以呃 比较自动化的 然后或者是你已经有团队帮忙 那所以你比较不会担心这件事 我觉得呃我们确实一直都有在朝自动化 跟呃团队经营的方式来来进行 然后呃其实我们的团队也正在扩大中 所以就变成我我自己必须要亲力亲为的事情也变少了 那这是一件好事 可是我如果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我当然也不会至少近几年也不会放掉我的品牌嘛 所以呃这个东西就是那我就要想说我要怎么样 用比较小的精力和时间做到最大的效果 然后让我真的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尝试 就在人生中有除了这个品牌之外的可能其他投资 或者是其他项目这样子 好那我们要到我们的反客为主的环节了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OK那我就来问你 对你来说压垮你骆驼最后一根的稻草是什么 让你来做个人品牌的那个trigger点是什么呢 嗯 我觉得我个人品牌这件事情 我是从开始做专栏写文章就已经开始了 但我那时候没有太认真 就是开了一个Facebook的脸书 然后固定写专栏 但是我自己本身的脸书上面经营 我从来没有认真 然后后来开始呃 演算法评定之后 你就就真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内容在上面了 但嗯 但因为我一直 嗯在欧洲这边我就 但是在同时 我写文章 我2013年开始写文章 那么2015年就开始在欧洲创业 那2015年的时候 创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 在我的工作上面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想要用这个机会去创业 就是离开原本的公司的时候 我想要用这个机会去创业 那我之后又 又因为 嗯 我欧洲这边的公司 公司可以比较就是 嗯 不能说自动化 但是我有一些经营的方式 让我不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工作 所以我就又回去 新创公司工作 然后带一个新的新创的一个新的project 新专案 那 但是就是加入这个公司之后 我发现 就是没有 觉得我没有办法 嗯 让我的价值被别人定义 就是我很喜欢我的团队 我很喜欢我的呃 工作内容 但是我觉得公司本身的计划很不好 然后没有那个 long term long term approach 然后我就发现原来就是 帮别人工作 不管就是 再怎么样 总会有一两件事情 是你很 你自己我没有办法找过的 嗯 那我就是 心态上面很不 心理上面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我的个性可能就是 我觉得 I wanna be the one who can control 然后我不想要 总是让别人来定义我 或是很多事情是 out of my control 尤其是在我的事业 那我觉得人生上面 很多事情是out of my control 但是如果说是事业的话 我希望我自己有 多一点的掌握权 那那所以我就觉得 我要回去做 呃我要回去就是创业 那我已经想做FBM做很久了 那我觉得就刚好是那一个机会 让我决定就是专心做FBM 然后我也告诉我自己说 um no more look back no more like 就是回去工作 或是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最 我想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因为我就是回去工作了几次 然后因为我就是很喜欢 也蛮喜欢就是我的团队啊 我的工作内容 然后我回去就是工作了几次 然后我都发现最后都是会有那么一两个问题 然后我就觉得我越把我越专心的去经营我的事业的话 那我觉得我可能可以achieve more than就是常常会变换我的角色 对那我觉得就是变换我讲说我也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啦 但我觉得就是我后来回头想想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strategy 就是要有一个策略上面的一个long term plan 然后我会就是真的开始思考很多就是可以让我可以同时经营 嗯两个不同的business 然后不同的市场 然后什么样可以更有效率去工作 然后之类的这样子 我还蛮高兴就是回去工作 然后让我提供到这件事情 然后领导我到现在这条 OK好本来我最后一题呢想要问的是可以给创业的女创业家的一两点建议事项 但是我现在忽然想到我今天早上看到加州现在他们也宣布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宣布他们现在大家都是尽量要待在室内 我是不知道就是你们是多么的lock down 但是让我想说因为我们最近就是欧洲这边真的是还蛮多就是真的都lock down 然后很多就店面也都关了这样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你最近是不是常常变得要在家工作 然后你有什么就是一些在家工作的一些tips 可以帮助你专心啊 或者是你觉得你有最近新学到什么在家工作的一些方式 然后让你想要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OK这问题问的太好了 这个问题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嘛 然后我其实昨天也刚好正在想这个话题 因为LA这边呢就写lock down了 然后现在就说不是飞警机的事情不要出门 我们现在就是每天都在家 然后有出门的话可能就家里的公园 旁边公园跑步就这样而已 然后其实我并没有到市区到城市去看说 到底怎么样 我们就是尽可能的都待在家里面 然后很多咖啡厅也关了 这是我最伤心的地方 我最伤心的地方是我们的瑜伽教室关了 不然的话我走路两分钟就到 然后每天都会去 然后没有办法嘛 现在其实基本上的什么健身房啊 活动啊电影院也差不多都已经lock down 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是蛮闷的 你也不能说现在生活好无聊 因为你确实要配合疫情 不然就是这边的health care system 可能会崩垮嘛 无法一次容纳太多人生病 也没有办法去support这样的一个system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去配合 我们现在都在家里 那在家里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 如果说现在就是 你没有办法远端工作 可是却因为这个契机 公司说那你在家工作吧 我觉得有几个点 我分享两个好了 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 我认为细心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相信 我们在线上协作 沟通就是打打字传传档案 其实并不难 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现代人大家都会 但是要怎么样沟通的好 要怎么样让对方知道 你到底在想什么 以及你说什么 能不能够确保对方真的听得懂 我觉得这是一门学问跟技术 那就我在家工作四年的观察 我觉得细心是一个key point 就是你到底要怎么样 把你的话讲清楚 然后你是不是可以follow up 就说 诶 然后我把这个讲完 你是不是可以repeat一下 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确认一下我们之间有没有出入 是不是两个人都在same page上面 就是会有这种很多很多的小细节 让我发现有蛮多人 他可能自己的个性比较哒啦啦 或者他就是没有那么的上心 然后就会忽略了很多细节 那这些细节不要小看 他就是造成超多沟通成本 跟人事成本的一个就是浪费 我就是一直浪费时间 在跟你说那些我已经说过的事情 然后你可能我跟你讲100% 你看了80% 但是你做出来只有60% 类似上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尽量是要避免的 不然老板可能也会在这个时间点发现 诶你怎么是一个这么没有办法好好沟通的人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你自己也要有一些弱 就是不是说你在家工作就完全的无法无章 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要 我们现在就是我跟我先生都必须在家 然后我们两个之间就是也要协调 因为很烦就是会一直看到对方 所以就很烦 那我们之间要怎么样协调 那方法呢就是制定规章 那这个规章可能最简单的可以从时间开始 例如我就跟他讲说10点到12点是我的工作时间 这段时间绝对不要跟我讲话 也不要就是不可以来吵我就对了 那12点到1点呢我们就可以吃个饭 那时候我们可以看新闻 我们可以聊聊天 但是1点到4点也是我的工作时间 不可以来吵我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除此之外你自己也要规定 例如说我们是真的有设定闹钟 所以1点的时候闹钟会响 4点的时候闹钟也会响 就是你不用就是一个no brainer 你不用再去想说 不小心我超过时间我忘记时间了 没有啊你就这些闹钟事先设定好 然后你可能就是2点的时候也设定一个小闹钟 告诉你说要起来要站起来 然后动动身体啊喝喝水拉个筋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15分钟再设定一个闹钟回去工作 我觉得这种事情它就是 你听起来觉得很烦 但是你真的事先设计好 它就是可以大大帮助你的工作产能跟效率 然后你也真的是4点之后闹钟一响 那我们就我们就在家开始打桌游 就开始下班了 所以这真的是可以确保你在那段时间内工作 嗯真的可以把它做好 然后同时就可以确保自己的私生活 也可以被顾到 嗯我觉得实在讲太好了 因为通常我在家工作男朋友是只有星期 一个星期就有一天在家工作 其实在户完之间连续增加 对不对 我实在是觉得 每天都要看到你 太讨厌了 对 然后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不错 可以大家真的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现在有很多人都变成必须要 就两个人都在家工作呢 嗯这个 这个方法可以好好用来参考一下 嗯那 OK好 那 我们节目要到尾声了 那 今天谢谢肉依来到我们的节目 然后也教大家很多东西 那 嗯 首先在放你走之前 我要先偷问 因为你提到网路课程这件事情 然后我忽然想到说 那我们可以再找机会 嗯过几个月之后再来录一集 关于网路课程相关的内容吗 嗯 应该是可以啊 因为 好没问题 因为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做品牌嘛 或是做网路事业 很多人都是想要做课程的 那我觉得这个内容应该也会对 大家就是很有把握 嗯嗯 OK好 那 嗯 今天谢谢赵雨来到我们节目 然后在她跟大家说再见之前 我想要请她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找到她 嗯 你呢只要在网路上面搜寻理想生活设计 或者是左边茶水间 就可以找到我 那左是人字旁的左 然后边是编辑的边 你就打左边茶水间 好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要跟我们听众说拜拜 谢谢 非常谢谢Zoe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在节目的最后 我想要提醒你 如果 你在听过我们这两集音频之后 了解到电子信的重要性 不要再找任何借口了 赶快开始去累积你的电子信名单吧 那我们下一周 会聊到 Eileen 新个人品牌 以及她新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音频 不要忘了到我们的iTunes去打新评分 我知道去打新评分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你的小小的一个动作 可以让我更有去继续做这样的音频节目 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